第901章 混云 扶珠 此女在玩火 不过她自己却似乎颇有把握 双手往胸前一合 从那飓风之中 撒人冒出 雷一雷白骨 凄厉之声大作 向着对手席卷过来 数以万计的凶魂 将孔雀仙子层层包裹 声势非同小可 而这稍微耽搁 光头大汉也扑到近前 那飞尸飞虎的怪物 张开大口 喷出一道直径 障许的光波 好天鬼弟眉头一皱 他不想与孔雀仙子硬碰 但落在后面 却又太眨眼了 于是将目光转向一旁的妙幽 再说另一边 两大顿光 风驰电掣 一前一后的相互追逐 不用说 自然是林仙与混约老祖 自从踏入修仙界以来 林仙做事情 虽然不能说无一策 但向来也是谋定而厚动的 即使面对比自己强的对手 也能巧妙地运用计谋 可这一回 却犯了错误 太过小看混约老祖 原本以为 凭借自己的神通 将其生擒活捉 并没有什么难度 却忽略了混约老祖 同样是腹黑心狠的家伙 居然让对手 从自己手里逃脱 这是林仙无论如何 也不能容忍的 任何时候都别小看对手 即使苍蝇薄兔 也要全力以赴 林仙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 一边风驰电掣地追了上去 对方的顿光也有独到之密 但与林仙相比 到底还是要逊色一些 半盏茶的功夫一过 林仙已经拦在了 他的前头了 绣袍一扶 密密麻麻地见起 飞行而出 粗略一数 至少也有尽败之多 每一道都迎风暴涨起来 顺时就遮挡住了半边天 如此一来 混元自然不可能咬牙闯过 只能顿光一缓 被迫停下来 脸上的表情又惊又怒 隐隐地 却有几分疑惑透出 这位道友 你我往日无怨 尽日无仇 今天不过是一点误会罢了 阁下何必要苦苦相逼呢 嘴上这么说着 混元老祖双手拢在秀里 脸上的表情警惕无比 同时心中大恨黑虎妖王好色无耻 如果自己不是被他拉来对付孔雀仙子 怎么会碰上这么莫名其妙的倒霉事 你想求何 林仙表情淡淡地开口了 不错 只要道友愿意放过我 些许精实宝物 在下还是拿得出来的 混元老祖低声下气地说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林仙展示出的可怕真通 前后已经让他吃足了苦头 自己半分胜算的希望也没有 哼 你想要求何 也不是不可 只需要将一样东西交给我 林仙微笑着说 什么 听对方口气松了 混元老祖心中大喜 能够破财免灾是最好的结局 惊魂 林仙揉了揉鼻子 张开口 一道荧光闪烁的法宝飞袭而出 后卫两道力芒分别从左右两侧向敌人包抄而去了 不用说 是好久未用的九天明月环法宝 这段时间 林仙一直都将它放在丹田 原鹰与魔鹰联手垂烈 日夜不息 威力自然是大脏了不少的 前一刻 气氛才稍见缓和 紧接着 林仙却翻脸如翻书 混元老祖心中大怒 却也有些好奇 对方为何一定要置自己于死地呢 当然现在 他也没有心情去探究这些 绣袍一幅 一根龙头拐杖样的法宝寄出 林仙不以为意 伸出一根手指 冲着九天明月环点去 轻斥一声 急 此宝 滴滴滴一转 手之不尽的环影 从表面散发出来 如实质一般 那些环影往中间一距 最后 竟将龙头拐杖套在了其间 混元老祖与宝物间的心神联系被切断了 他不由得 脸色煞白 有没有搞错呀 这云环的神通 也未免太逆天了 居然能够抢夺人的宝物 这法 还有斗下去的必要吗 混元老祖心胆剧烈 再也兴不起半点与林轩相抗衡的念头 伸出手来 在除袋上连拍 十余张符禄被记了起来 各类似的计量 他已使过 以林轩的城府 怎么可能上同样的档呢 何况 以俘虏杂人 这明明是自己最擅长的招数 林轩剑眉微条 冰冷的沙气 从身上迸射而出 精光耀眼 林轩再次祭出那柄攻击力害人的短剑 然而与刚刚不同 健身表面还附着有碧绿色的模艳 趁着混运老祖恶然 一闪已来到了他的面前 血光蹦进 这老怪物的神通 倒真比想象的要强得多 原来墨月族里的巫术之中 也有类似于魔道替身杜劫大法的神通 危机时刻 这老怪物舍弃一条手臂 将其化为傀儡 替真身挡下了致命一击 随后 他忍痛化为一道白红 向左侧飞袭而出 老怪物 你要跑去哪里 悦耳的声音传入耳朵 以美貌的少女在正前方出现 一袭白衣 赤着双足 踩在半空之中 美貌有若上界仙子 然而小手中的番旗 却魔力涌动 不用说 自然是月儿了 滚开 浑月老祖此刻 有如丧家之犬 脸色猙獰 堪比恶鬼 眼看月儿不过宁丹后期的修为 心中大怒 真是虎落平阳 这种小辈也敢来落井下石了 三层的右臂向前一伏 顿时一只杖许长的幽黑怪手浮现在了半空 五指成爪 狠狠地向着少女抓下 云英无师的狠狠一击 自然非同小可 然而月儿也不是普通修士可相比的 跟着林轩 小丫头眼界开阔 甚至见过加罗骨魔 何况 她又不是没有与这种云英级别的老怪物交过手 眼见那油黑怪手气势汹汹 少女脸上却没有半分畏惧之色 两手一搓 那魔犯以化为一朵乌云将她的身躯包裹 雷声哄哄 从那魔云之中伸出无数触手 如鞭子 似灵蛇 向着油黑怪手缠绕过去了 吸收无数敌人的冤魂以后 兽魂帆的威力非同小可 而那怪手虽气势不弱 但说到底 也不过是纯法力凝聚出来的东西 月儿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反正她这次也不过是稍稍地拖延对方罢了 魂元老祖一击未攻 轻火箭已追到了身后 老怪物大惊失措啊 再次将那兽骨盾排挤出 碰 碎屑纷飞 这一回却是她失算了 此盾虽然以前也挡住了轻火 但并非完毫无换 但并非完毫无损 表面早已被砍出了无数裂纹 而这一次 短剑的表面还负得有避魂幽火 两者叠加的威力自然是惊心无比 伴随着悲鸣 此顿化为了一堆碎骨 轻火箭击闪 下一刻 居然诡异地出现在了魂元老祖的身体后面 时间仿佛静止 老怪物的表情也在一瞬间定格 一身分落 从眉心至脚腹 有一道淡淡的血线出现在了世界中 最后 鲜血喷涌 她的身体毫眉征兆地变成两半了 血雾散开 一寸许大的婴儿满脸茫然 这老怪物似乎还不能接受自己的身体 就这么被毁了 直到林轩所化的惊鸿 再一次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中 原因满脸惊恐啊 目光之中更有着无尽的怨毒 不过此时此刻 她已被吓破了胆 甚至不敢回过头再去看林轩一眼 两只小手一掐 灵光闪烁 最后就从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英级高手之所以不容易陨落 就是因为原英离体以后 可以顺移逃走 她既然在林轩手下吃足了苦头 但却在思量着夺舍以后 一定要想办法报仇 可惜这个机会永远也不会有的 剑云英顿向远处 林轩尖头一抖 浑身清光大放 使出九天微步的神通 居然并不比对方慢什么 接着她伸出左手 再腰间一拍 一造型古朴的长歌 在掌心浮显 林轩五指紧握 将法力注入其中 最后将磁宝举过头顶 再朝鞋下方 猛然挥落 星光闪过 这件宝物可有着不可思议的空间神通 虽不足以破碎虚空 但干扰顺移却没什么难度 林轩左前方约二十余丈处 空气如波纹般 一阵模糊 最后那云英便跌跌撞撞地出现了 混元老祖满脸惊恐 对方居然能破顺移树 此时此刻 她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了 而且稍一耽搁 林轩的九天微步 也微妙地到了极处 一来到她身前三丈之处 混元老祖抬起头 眼中闪过一缕疯狂之色 云英的身体表面 浮现出一层诡异的红光来了 不好 这家伙想要自爆 林轩脸色一沉 忙双手掐绝 张开口 一道青霞喷吐而出 与普通的灵光不同 此青霞可使她本命真元幻化 卑力非同小可 一下将那原因给裹住 林轩可不能让她自爆的 否则自己岂不是白忙活 最后 左手一翻 一小巧的玉瓶 在掌心中浮现 拔开瓶塞 林轩冲那青霞一点 顿时化为一道金芒 飞入了瓶子里面 塞好瓶塞 林轩又马不停蹄地取出尽致符露来 将瓶子包裹 这才露出满意之色 将玉瓶小心翼翼地放入腰间 做好这一切后 林轩却并没有马上离开 尽管远处还不听有轰轰的巨响出来 看来 狮魔与黑虎妖王 也算气风对手 正打得如火如荼 林轩的目光反而在附近扫过 最后落在了左侧的一处密林中 几位道友 在附近看了这么久 有没有够啊 是否需要林某动手 欲知好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收听 百炼成心 第902章 差点被骗 林轩缓缓转过身体 声音冰寒无比 脸上隐眼透出几分杀气 山风吹过 却是半点动静也无 林轩的脸色越发难看了 区区几个小背而已 居然也敢在这里 故弄玄虚 右手微微抬起 屈指一弹 一道青色的剑气浮现 心急如电地刺入了那密林里面 啊 伴随着一声惊呼 里面还夹杂着 莫名的痛苦 一男子 惊恐的声音传入耳朵 前辈切莫动手 晚辈出了就是了 随后 一阵 嬉戏缩缩的声音 传入耳朵 人影晃动 三名羞士 出现在了眼帘中 林轩眼睛一眯 神识向他们扫去 为首的是一名三十余岁的中年男子 然而脸上却布满风霜之色 眼角的鱼尾纹也很多 显然实际年龄并不轻了 修为道不弱 已到了宁丹中期 至于他后面的两个少年 不过二十出头 眉梢眼角 唯妙唯销 居然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不过修为仅是 主机器而已 你们藏在这里 可是想对林某不利 前辈误会了 完辈这点微末道行 哪敢对你无礼啊 一切都是误会而已 听了林轩的言语 那中年男子 脸色大变 忙低下头来 满脸的裴笑的开口 哼 花言巧语 这奎音山脉乃是修饰进去 就凭你们三个 怎么可能到达四处 有何意图 最好乖乖地说出 否则 林轩脸色冰冷地开口了 语气之中 更是充满了威胁的意图 这啊 中年汉子 张口结舌 他本来就不属于 心思技巧 能言善变的人物 这次奉命跟几位长老 来到这门荒之地 不过是对付孔雀手下的 低阶妖兽而已 哪知道 郑主没见到 却莫名其妙地 遇见了两个云鹰器老怪物 在追逐打斗 避开 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好取出三张具有 隐匿神通的符路 命令两个侄儿 藏身密林之中 一动也别动 只希望两个老怪物 专注于斗法 不要发现他们的行踪 然而事已愿违 林轩和混云老祖 最后决战的地点 就在那密林的外面 以林轩神师之强 其实早就发现了 有人在际遇在一旁 只不过 三个家伙的修为很弱 林轩也就没有放在心中 如今 已将混云老祖的云鹰禁锢 林轩对于这 不请自道的家伙 自然不能不闻不问了 毕竟不是墨月族的巫师 修为又没达到云鹰级 能够透进层层的包围 来到这苍鸣山深处 着实是一件很古怪的事 见对方吞吞吐吐 显然是意图不轨了 见林轩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那中年男子急得满头大汗 突然扶着心灵 普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前辈饶命 晚辈也不知道如何来到这里 我是一普通家族的修士 因为发现了一股修动斧 结果就带着两个侄儿 前去寻宝了 不想触发了禁制 被莫名其妙地传送到了这儿 林轩听了神色一环 有时候老实人撒谎很有说服力 特别是林轩还有过类似的经历 原来如此 林轩点了点头 却缓缓地将眼睛闭上 不知道在想什么 前辈 我们是不是可以离开了 那中年修士 小心翼翼地开口了 好 既然是几个倒霉的家伙 林轩也不想浏览什么 白了白手 三个人大喜 盲居身行了个礼 随后就要转身飞去 可恰恰是左侧的年轻男子转身之时 林轩的目光扫到了他袖口内侧 以古怪的图案引入了眼帘中 一身材玲珑的美女 脚下却抚着一具骷髅 这图案 这图案林轩并不陌生 月儿凝结失败那次 他曾在两个鬼羞身上见过 什么小家族啊 分明就是立魂谷 林轩心中大怒 居然被欺骗了 看来 修仙界弱肉强食 到处弥漫着腥风血雨 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果然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富人之心啊 像这一次 林轩如果不是存了别乱杀无辜的念头 怎么可能被骗呢 江三人发现以后 直接是以搜魂之术 不就什么都明白了 林轩有些自嘲地想着 也提醒自己 不要因为现在已进阶元英终起 做事情就疏忽大意 富人之人有什么好处 我管他无辜不无辜 修仙界本就是丛林法则 宁杀错 勿放过 下一回 别犯这样的错误了 站住 林轩虽然心中怒急 但声音却不带一丝火气 前辈 您还有什么吩咐啊 三名修士一呆 那中年男子的身体 更是僵硬起来 心中天人交战 但略迟疑 终于还是转过身体 毕竟想要从元英级高手的眼前逃脱 实在是有些吃心忘想了 没什么 只不过 我改变主意 想要将你们的命 留下来 林轩 云淡清风的说 随后 抬起右手 数十道劲气 鱼游出衣袖 对付这种级别的修仙者 他已根本不需要宝物 前辈 你 三人大惊失色 前一刻还庆幸逃出生天 转眼之间就演变成这种结果 三人实在不知道究竟是哪儿出了差错 可事已至此 叩头求饶显然已是无用了 那中年男子的眼中闪过一丝猙獰之色 最后伸出手来 在后脑勺一拍 张嘴吐出一柄漆黑的仙剑 此间离嘴以后 男子立刻化为的乌芒 俯身上前 最后 人见合一 向前方 击射而去 那两个双胞胎兄弟 虽是他的亲侄子 但这种时刻 当然是顾不得了 见中年男子自己走了 两名助击其休日 又惊又怒 两人明白 绝无幸免 但也不能坐以待毙 忙将各自的灵气祭出 当然是没有用途 被林轩连人带宝物 一起整为两半了 追那桃枣的家伙 林轩也没有去追 区区一宁丹修饰 算有月儿 自告奋勇地 去擒拿那家伙 小丫头在林轩的衣袖中 待得久了 也需要活动活动 这种级别的敌人 正好让他练练手 林轩闭上双目 盘膝而坐 不知为何 他心中竟然 莫名地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所以先想办法 将法力补满 林轩掏出几粒 丹药吞服了 过了约一盏茶的功夫 月儿带着昏迷的 中年男子过来 因为要生勤活捉 所以时间多花了一点 欲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收听 百炼成仙 第903章 必残骨 此人双目紧闭 意识全无 不过浑身上下 却半点伤痕没有 林轩点了点头 月儿虽未凝应成功 但修为 却增加了不少 刚刚险些被骗 林轩现在自然不会客气什么 双手轻握 已施展起了 瘦魂大法来 紧紧过了半盏茶的功夫 林轩的头颅一歪 脸色阴沉下来 最后 五指用力 火光一起 已将此人化为了灰烬 少爷 怎么回事 月儿脸色有些好奇 林轩没有开口 而是闭上双眸 浑身灵光闪过 将强大至极的神石 全力放出 以云莹修士的修为 只要刻意施展 神石足以 笼罩百里左右的范围 而林轩神石强大得多 两百里左右 虽然有些模糊 但也可以大概感受一些 风吹草动 虽不能精准地锁定某物 但有什么动静 也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很快便感觉到西南方向 有剧烈的灵力波动 距离约两百里 正是苍鸣山的外围区域 林轩眉头大皱 更不耽搁 浑身轻盲大起 将月儿一卷 便化为了一道青红 破空飞去 少爷 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在可以说说吗 月儿心中是越发的好奇了 林轩咬了咬牙 开始向少女 唯一唯讲述 这几个家伙 居然是立魂谷的修仙者 原本在此前 林轩已经灭了该派的两个鬼羞 通过搜魂术 也知道他们是要 随着本派的几位长老 进入这奎阴山脉之中 那时候 林轩虽有些好奇 但也没有上心在意 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历魂谷可是天云十二周 七大宗门之一 高手数不胜数 光是后期的老怪物 就有两三人之多 林轩虽然神通不落 但也不会吃饱了撑的 去招惹这种势力 原本这件事情 他已抛诸脑后 没想到在苍鸣山 再次遇见了 立魂谷的修仙者 而且还鬼鬼祟祟的 搜魂的结果 更让林轩大惊失色 对方来此的目的 居然是想要 猎杀孔雀仙子 将他妖丹夺去 具体用途 居然倒不清楚 毕竟啊 他只是区区 以凝丹期的修饰罢了 但这消息 足够让林轩动容 自己朋友不多 孔雀绝对可以算是一个 虽然是不打不相识的那种 何况 有意无意之间 自己还得了 孔雀不少好处 当初 虽是阴差阳错 但若没有他将本命灵光 注入自己的身体之中 自己根本就满足不了 修炼凤舞九天诀的要求 现在恐怕 还被困在 妖灵岛中呢 眼水思源 林轩可一直将孔雀 视为红颜之际的 如今听说他陷入了危机 自己 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 从搜魂得知 那些小喽喽 暂且不提 光是云英级的老怪物们 对方就一口气出动了三个 而其中之一 自己还非常熟悉 浩天鬼地 真是冤家路窄呀 林轩一想到 这老不死的家伙 就恨得牙痒痒的 当年在幽州之时 自己可是好几次 差点陨落在他的手里头 那时候实力不济 也唯有暗自郁闷而已 可俗话说得好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短短六十余载过去了 自己虽历经辛苦 总算回报 也丰富到了极处 不仅结英成功 而且还因为 吞佛了世心魔陶 这样逆天的宝物 一口气突破瓶颈 达到了中期之境 这样的机缘 虽不能说是后来武者 但古人应该不多 而鱼英气的修炼 本缓慢无比 浩天鬼地 依旧徘徊在初期 如今 强弱道玄 以林轩的性格 当然不会将这 可恶的老家伙放过 当时也替孔雀仙子解围 一箭双雕 这样的事情 林轩自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至于那黑虎妖王呢 雷轩道不忙一对付 师魔的境界 虽逊上一筹 但接上古魔的手臂以后 至少肉脖 应该不会落在下风队 阴风肆虐 妖力翻涌 方圆数十里内 都再也没有了飞禽走兽 几名云英级别的修仙者的战斗 早已让那些低阶存在瑟瑟发抖 能跑的全部跑了 听说丈夫被抽火炼破 可想妙妖仙子心中的痛苦了 此时 韩奋拼命 除了本命法宝 还将一柄 碧绿色的毒藩取出来 修仙之路 流派众多 巫术能够传承到现在 自有他的独到之处 巫师们尤其擅长用毒 此时 那番茄之中 就是一种叫做 避残骨的毒物 只可惜尚未成熟 然而此时此刻 为了替丈夫报仇 妙妖仙子已顾不得 墨绿色的雾气之中 出现了无数生有透明双翼的蝉虫 鬼帝悚然动容 原本她与妙妖动手 仅仅是不愿意与孔雀硬碰 没想到这女人倒也并非拥手 避残骨 这可有些麻烦了 这也是上古其冲之一 虽然排名远远无法和 玉罗峰相比 但也是颇为难缠的 幸好不是成熟提案 浩天吸了口气 身形滴滴滴一转 三个小巧的骷髅头 被她释放出来 约有拳头的 晶莹剔透 看上去并不猙獰 反而有几分像是艺术品 水晶骷髅 妙妖仙子俏脸变色 她到底是元英妻的修仙者 虽然大部分时间 都待在奎因山脉里面 但各种典籍 可不止看了一点半点 以前族中的前辈 也曾经与阴魂大战过 这种水晶头骨 是一极为厉害的宝物 修炼的材料更是天下少有的 对方不过是一出奇的鬼秀 怎么能够凑齐呢 心中疑惑呀 不过现在可没有时间 让她慢慢地思索 浩天鬼弟将水晶头骨祭出以后 立刻双手挥舞 一道法爵大出 三个骷髅头 空洞的眼眶之中 立刻闪起一道白茫茫的金光来 那光并不凶恶 然而却冰冷不带一点温度 与之相随的是 三个骷髅头的体型 也一下子暴涨起来 大口一阵乱嚼 随后猛然张开 三道纯白色的火焰 从不同的方向喷出来 与一般的鬼火不同 那白色的火焰虽然是由骷髅喷出 却一丝邪气也没有 吃了一下 与墨绿色的雾气 创在一起了 原本 碧层谷也是 门荒其虫 同样是蕴含有剧毒的 可与那 古怪火焰一接触 居然像是遇见克星似的 被冻结起来 与之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收听 百炼成心 第904章 灵雨 水晶白骨火 妙妖仙子焦躯发抖 忍不住退后一步 想不到对方驱使的 还不是普通的水晶头骨 居然能够驾驭这种 极寒属性的魔艳来 而冷与毒 恰好相生相克 如果自己的 臂残骨已经成熟 或许倒不用畏惧什么 不过现在 恰好被克得死死的 妙妖仙子心中虽愤怒 但也明白对方 既有这种宝物 自己恐怕是 万万没有取胜的机会了 她忍不住伸出玉手 摸了摸自己的小腹 丈夫已然先去 自己一定得活着 为她留下骨血 日后才有机会报仇 见对方已有惬意 好天鬼地得意无比 狂笑声中 挥舞衣袖 驱使那水晶骷髅 恶狠狠地扑向了对手 紧紧片刻 就显向还生 妙妖仙子 紧咬背齿 脸色渐渐苍白 说难听点 她现在不过是 苟延残喘罢了 而另一边 孔雀仙子的行驶 就似乎并没有那么艰难 所以她面对的是 两面夹击 她依旧表现得游刃有余 而孔雀寄出的法宝 更是古怪无比 居然是五根彩色的淋雨 颜色艳丽极 看上去 更眼熟无比 就仿佛是从她 自己尾巴上 摘下来的 其实 也确然如此 幽瘦的皮毛骨骼 本来就可以用来 炼制法宝的 孔雀当然不可能 自残肢体 不过尾巴上的淋雨 同样具有莫大的法力 而且 由于血脉相连的东西 使用起来 越加地运转如意 只见她轻轻一甩 就有五彩的霞光 从淋雨上浮现出来 万千晕魂虽凶恶 可唯独对那霞光 却有些畏惧似的 只要一被碰到 就仿佛阳光下的冰雪 骤人融化得无影无踪了 好古怪的神通啊 宫庄女子大怒 她以肉体 作为容纳晕魂的法器 本来威力无比 以前又不是没有遇见过 云英中气的老怪物 可同样是 无望不利的 万万不曾想过 这回 遇见了对头 仅仅几个照面 灵魂就损失了 数千之多 此女简直心狠到了极处 一声骄士 将那对银沟法宝祭出 带着浓浓的血腥之气 攒刺向了孔雀仙子 孔雀 连不轻移 稍稍向旁测开身去 那灵雨一浮 再次有五色的霞光 喷波而出 不过这次的五彩霞光 与刚刚不同 离开灵雨以后 一曲一扭 居然化为了 七八丈长的怪手 五指击张 豪畏惧地 抓向那血色的阴沟 光头大汉 自然也不会闲着 狼牙棒法宝 变化的怪手 已经被那持许长的血色孔雀 牢牢地缠住 别看这 一心一瘦 体型相差悬殊 可对方的神童 却不相伯仲 长鸣嘶吼 斗得不亦乐乎 作为中纪的修仙者 光头大汉 当然不可能 只有这一件宝物 要将一银丝大环刀取出 操纵它 直取孔雀仙子的头颅 那法宝离手以后 化作一道金色霞光 半边天都被照亮 声势一时无两 然而孔雀以不变应万变 居然还是用淋雨 放出五色霞光 最后化为数千小剑 密密麻麻地 步于身前 虽然每一顶剑光的威力都不弃耳 但合在一起 却让金丝大环刀举步为金 光头大汉 勃然变色 对方修炼的究竟是什么功法 与他那古怪的法宝相结合 居然像是能够变化无穷似的 情况有些不妙了 要知道 自己本就是中期的修仙者 而师妹虽是初期 但神通特殊 实力与自己相比 其实也并不逊色 按理说 孔雀虽是天地灵足 但以一敌二 绝对是半分胜色也没有的 可是 就算一会儿再加上浩天那家伙 打败对方或许尚有机会 但想要将其生擒活捉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难道这回任务 竟要无功而返了 想到功败垂成的结果 光头大汉的脸上 竟莫名地露出了恐惧之策 该怎么办呢 正当他有些惊慌的时候 一声惨叫传入耳朵 光头大汉 忙转过头 只见工装女子 左肩鲜血淋漓 一只手臂 以不意而飞去 见到这一幕 光头大汉的脸色 越发地阴沉下去 你 你竟敢伤了我的肢体 工装女子披头散发 原本还算秀丽的脸孔上 也沾上了几滴鲜红的血迹 显得猙獰无比 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里面满是怨毒 哼 孔雀仙子满脸不屑之色 双方生死相搏 却说这么幼稚的言语干什么呀 莫非他还以为自己 要手下留情吗 欲止掐绝 将一个淋雨抬起 嘴唇微起 突出一口精唇的妖气 但是一层白茫茫的光蕴 在那淋雨上亮起 开始的时候 颇为柔和 但很快就变得刺眼起来 随后 要默的光蕴中 那淋雨消逆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一柄白色透明的仙剑 寒光闪闪 去 孔雀冲此保一点纸 那剑略一盘旋 顿时化为一道白色的霞光 射向对面敌人的方向 面对两名原鹰修士的夹击 孔雀不仅守得严密 居然还有余力进行攻击 看来过去这几十载 他也别有其余 否则 修为不会增长得这么迅速的 剑仙剑射向自己 宫庄女修的表情越发运毒 双手如弹琵琶般的向前点出 也放出一飞进阀宝雷 不过那剑却是黑色 更有一股古怪的恶臭发出 很难想象 女子会使用这种宝物 但千万不要小看了 此剑在宗内的万年雪潭中泡过 力气缠绕 具有污秽别人宝物的神通 孔雀灵雨所画的宝剑 一与他接触 对时 转折变得有些不灵了 孔雀眉头一皱 张开弹口 以拇指大小的圆珠 喷涂而出 表面被一层 薄雾包裹着 显然是他的本命真源 难道这是妖丹 不对 对方已是画形中极 妖丹怎么可能 才这么大点呢 宫庄女修 与光头大汉对视一眼 两人的眼中 皆是疑惑 这妖丹的体积 倒与二级妖少差不多 简直太古怪了 两人一头雾水啊 宫庄女子脑海中 灵光一闪 莫非对方 竟有两颗妖丹 这样的事情 虽然稀有 但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 本门宗主 就修炼有 双元英的逆天神通 妖兽之中 同样有聪明智慧者 创下了双妖丹的神通 欲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烧听 百炼成心 第九百零五章 五色霞光 如此就可以解释 为何孔雀难缠至此 一敌二 竟丝毫不落下风 这可有些棘手了 光头大汉眉头紧锁 好天鬼地 更倒吸了一口几天 也不知道心中 为丈夫报仇 妙幽 妙幽 吟牙一摇 从怀中取出几粒丹药 另一只手上 又扣了几张 阴光闪闪 显然都是预备 显然都是颇为珍费的宝物 平心来说 这番打算本没有错 可事情哪有那么顺利的 剑孔雀将一粒腰单吐出 双手挥舞 显然要使用某种 厉害至极的秘术 宫庄女子眼中 一芒一闪 浑缓伸出手来 掌心翻转 一小巧的玉盒 从衣袖中滑落出来 可即便如此 里面也有令人心悸的凶煞之气发出 也不知道里面装着的 究竟是何等的魔道邪物 宫庄女子的眼中 闪过一丝不舍 此宝是出发以前 宗主秘密赐予她 不过也再三叮嘱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使用 因为此宝实在是珍惜 且仅能使用一次而已 即便对大修士 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一来此女 毕竟与自己有过春风一度 二来 这次任务也是绝对不容失败的 恰好自己又因为某些缘故 分身乏术 所以才将此宝赐予了宫庄女修 心中感激 但此女却觉得宗主未免太小心了些 绝绝一画形中气的恐惧而已 自己也能与她拼个势均力敌啊 再有两位帮手相助 则是手到擒来的 哪知道却演变成现在这种结局 自己甚至被砍下了一条胳膊 此女惊怒之鱼 却将傲狂之气收起 天下之大 能人被出 自己不能太小看了世间英雄 虽心中不舍 但她还是将宗主赐予的宝物拿出 感觉到那凶煞之气 孔雀眼睛一眯 翘脸上露出了郑重的表情 不知为何 她心中竟然莫名其妙地 感觉有些不妥了 也引得竟有些惊慌的情绪产生了 仿佛被天敌给盯上似的 孔雀吸了口气 将骤然加速的心跳 平复下来 威胁来自于那玉盒 此宝显然非同小可 无论如何 自己也不能让她轻易地祭出 念疾至此 孔雀欲少一幅 剩下的四根淋雨 意其颤动 大片的五色光霞 从表面喷波而出 略盘旋 化为长短不一的五色剑气 咬得不过寸许 咬得却仗许有余 粗略一数 竟有十五千之多 声势惊人到了极处 极 孔雀欲少伸出 食指轻轻向前点去 但是那些五色剑气 如同疾风骤雨 化为一道道令人心寒的精芒 向着对手暂次而去 假若仅是宫庄女子一个人 她穷于应付 故此失彼 自然没有余力 在祭出那件宝物 但光涛大汉 自然不会在一旁傻傻看着 别看她相貌粗鲁 其实同样不是愚笨的人物 毕竟能凝成云莺成功 咱们也是活了几百岁的老怪物 自然不可能是大傻瓜的 她虽然不知道同伴拿出来的是什么 但这位师妹在宗内地位超人 虽未与宗主结成连理 但关系也暧昧无比对 身上不时会有出人意料的好东西 何况孔雀仙子如临大敌 她当然要帮助师妹挡下这波攻击 眼见万千剑气飞至身前 光涛大汉塞邦一鼓 几缕黑芒从口中喷波而出 乌光闪烁 确实几面小巧的盾牌 然而形状十分古怪 看上去就像残缺不全 光涛大汉塞邦双手回于胸前 捏了个奇怪的手势 那几面盾牌叠在一起随后迅速融合 一油黑的乌龟壳出现了 龟壳表面符纹闪烁 显然此宝除了材料不错 还被主人精心地炼制过的 孔雀瞳孔微缩 显然也看出这龟壳非同小壳 玉手翻转 一股朴的肉鱼从鹰唇里突出 那些剑气一顿 竟然分为两股 左边的霞光往中间一具融合在一起 一柄十余丈长的五色剑气 出现在了空气里 而右边的霞光却有如灵性的一转 远远地绕开了盾牌 光涛大汉满脸愕然 对方法术已然出手 竟然还能这样精准地操控 神通之强还远在自己预料之上 眼见那一半的霞光绕开了盾牌 他却无可奈何 因为那柄巨大的剑气 已狠狠地劈刺下来 危险临头 他当然是先够自己了 盲将浑身的法力 注入那古怪的龟壳里 两者轰然撞在一起 沉闷的巨响远远传开 盾牌挡住了巨剑 但光头大汉的脸色也有些发白了 他自保有余 但想要帮助工庄女修挡下攻击 明显有心无力 孔雀的嘴角边已露出了一丝笑意 眼看剑气 巨成的光霞 已要飞到对手的面前 空气突然诡异地拨动了起来 一个儒雅的身影 挡在了前面 三缕长须 相貌轻朔已急 浩天鬼地 只见他大袖一幅 周围对时传来凄厉的鬼窟 阴风鬼雾 集聚成一条条 而必粗的触手 或沉或打 迎向了剑气所化的光霞 浩天鬼地这么做 当然不是为了同门之意 这家伙可是老狐狸 之所以替工庄女子挡下攻击 里面有着他深层次的考虑 这次任务虽是三人联手 但最初却是他提出来的建议 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完成 手工必然是跑不了他的 而立魂谷 虽有不少阴魂鬼物 可他落魄之时 来寻求庇护 身份却是较为尴尬的 虽有圆英气的神通 却一直得不到重用 所以这次任务 无论如何 也一定要成功 起初见孔雀心 只不好对付 他还可以偷奸耍滑 可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再缩在后面 任务就真的可能功亏一篑了 浩天鬼地 群横利弊 于是飞升过来 准备挡下这波攻击 妙妖仙子见他远顿 虽又惊又急 可想要阻拦 却是有心无力的 欲知后始如何 请继续关注收听 百令成心 第九百零六章 桃雾 孔雀双手合一胸前 食指层层打开 看上去就有如莲花出水一般 虽然是分出来的一小半剑气 但数量也足有两千 若是换一鸣 原应初期的修饰 十有八九挡不下来 然而浩天鬼地的神通 当真非同小可 从他身上冒出来的阴风 鬼雾 竟像是无穷无尽似的 触手被气劲回去 在鬼雾的支撑下 却又很快的生长出来 宫庄女子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几分恶毒的笑意 趁着这个机会 忙张开弹口 一道碧绿色的火线喷出 这是他苦修百年的鹰火 威力士非同小可 那玉盒上的浸致佛露 顿时被化为灰烬了 最后他屈指一弹 盒盖被轻轻打开 一拳头大小的圆珠露了出来 半透明 看上去竟然像是琥珀一般 然而却又令人唐木结舌的凶煞之气 从里面释放出来 只见在那圆珠里面 有一魂魄状的怪物 游动不止 张牙无肘 似乎想要冲破尽致 宫庄女子 从嘴里吐出一缕利芒 围着手腕一绕 顿时 阴红的鲜血滴答滴答的往下掉 那些血液全部融入了琥珀状的圆球 并被迅速吸收 此女神色郑重以极 鹰唇为己 吐出低沉 灰色的咒语 最后 冲那圆珠一点指 嘶的一声 那圆珠表面 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纹 接着 这如同蜘蛛一般 迅速扩大开来 很快 细纹就将整个猪体表面填满 砰的爆裂开来 碎屑似箭 一团颜色诡异的火焰 熊熊的爆燃 火焰之中 那怪物的魂魄张开大口 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 整个天为之变色 无数直到大小的光点出现了 距离此处约十里 一道惊鸿 正风驰电掣 突然 那顿光一缓 嘎然停了下来 林仙将神石放出 转头四顾 脸上却露出了几分 骇然之色 这是什么 天地间的深缘被引动 灵气竟然被强行地聚集 化为了一个个的光点 这种神通 别说自己了 便是元英后期的大新巫师 也没有掌握的 这已经触及了此界的天地法则 能够将其运用的 至少也是离合期的修仙者呀 想到此处 林仙的表情顿时变得难堪无比了 难道这苍鸣山中 竟然来了这种等级的老怪物 林仙摇了摇头 不可能 虽然以天云十二周修仙界的势力 离合期的存在肯定会有一些的 但绝不可能来到这种门荒之地 须知 修仙只为长生而已 到了他们那种等级 距离飞升上界也就仅有一步之遥而已 除了大道 一切都是浮云 所以不管是人妖 哪一族的离合期的老怪物 基本上都不问世事的 一心一意 想要度过天节 从而飞升上界 但将天地真缘引动 确实需要离合期的神通啊 林仙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风暴中心 便来自那斗法最激烈之处 显然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变故 该怎么办呢 一时之间 林仙也有点愁愁 如果将个人感情抛开的话 此刻最为正确的选择 莫过于掉头就走 毕竟啊 林仙能够修炼到云英中起 除了本身的奋斗与努力 还加上一点小运气 同时也得益于她的性格 小心谨慎 遇见事情绝不蛮干硬拼 远离危险珍惜生命 据林仙推测呀 前面虽说不大可能真是离合期老怪 但肯定也蕴含着莫大的危险 远离当然是最聪明的做法了 然而自己真能一早了之吗 林仙脸上显出迟疑之色 此时此刻 她的脑海之中 理智与感情正在激烈地交战着 不用说 孔雀的情形现在肯定是不妙的 而自己朋友不多 是否真的能心安理得地置她于之不顾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而不知道为什么 悦儿一直也没有开口 似乎不愿意打扰少爷的抉择 很快 过了半盏茶的功夫 林仙咬了咬牙 脸色最终趋于平缓 她深深吸气 最后浑身轻盲大起 化为一道青红 全力向那刚才的目的地飞去 少爷 你想好了 哦 林仙点了点头 如果我现在一走了之 恐怕这一辈子都会生活在不安里啊 我平时是喜欢远离麻烦 但对某些人总不能冷漠地不管啊 对不起 这次又要你陪我冒险了 少爷 悦儿叹了口气 唉 你干嘛向我说对不起啊 当年若不是你 月儿只是可怜的孤魂野鬼而已 说不定就落入了某个邪恶修饰的手里 这百年来 我们相依为命 名为主仆 少爷却对月儿百般地维护照顾 小臂几次修炼出错 若没有你 也早陨落了 所以这辈子 不管成仙成魔 还是中途陨落 月儿总是陪着你的 这番真情流露 林轩听了也很感动 嘴角边故意露出笑容 傻丫头 胡说什么呀 这么多大风大浪 我们都闯过来 加罗骨魔也不能将你我如何 难道这次还能怎样 放心 修仙虽然不易 但我们一定能够飞升上界的 嗯 月儿点了点头 小脸上露出两朵淡淡的红韵 灵力所画的光点被怪物魂魄吸入 只见她一声大吼 那飘忽的魂魄竟然实体化了 浩天鬼弟眼睛一眯 这种神通她非常熟悉 宁魂化形 重塑躯体 当年她进阶约英以后 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然而那过程并不轻松 且需要数日之久 可眼前 不过几夕的功夫 那怪物竟然就完成了塑体 怎么可能啊 难道她的境界居然是 念疾至此 浩天鬼弟忍不住 倒吸了口凉气 怪物的形貌也进入了视线里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可不诡异到了极处 人面 虎足 阔口外长着白生生的獠牙 长长的尾巴上有油黑的金刺 身体表面 被一层长长的毛发覆盖着 不只是她 光头大汉也是惊恶至极 作为原音中气的修士 自然是见识广播 可这种形貌古怪的妖兽 简直听都没有听说过 根本就不像这一切拥有的呀 桃雾 孔雀仙子眼口惊呼 翘脸上竟然露出了 害怕已急的神色 不 不可能 这是四兄之一的桃雾 自那上界怪物 你们怎么可能拥有她的魂魄 哼 道友果然不愧是妖族 居然能够一眼将桃雾认出 宗主为何会拥有此宝 我也不知道 不过 这虽然是上界神兽的一缕分魂 但对付你 这已经足够 你不是很厉害吗 居然断我一臂 不将你抽魂炼破 本夫人实在是难消心头之恨的 宫庄女子的声音 充满了怨毒 恶狠狠地开口了 什么 这是逃我 以浩天鬼地的称呼 也忍不住 尸声惊呼 这怪物的名字 他当然听说过 传说在灵界 有四灵 四胸 四灵分别是凤凰 真龙 麒麟 圆归 四胸则是混沌 穷奇 滔涕 还有这桃物了 四灵四胸乃是对头 同时也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大神通 即使在灵界 也属于顶级的存在了 虽然眼前仅仅是一缕魂魄 但出现在人界 也未免太古怪了 难道 竟然是上界修士带过来的 浩天鬼地 骇然地想着 可即便是上界之人 普通修仙者 也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四胸们 而且 陶悟 残忍 恶毒 遇见修士 早就一口吞了 而此人居然能够 得到他的一缕魂魄 显然在上界 也是有名有姓的高阶存在了 这样的高手 破碎虚空下界 做什么呢 浩天鬼地 脑海中 转过无数念头 但很快就抛诸脑后 这样的秘密 可不是自己能够沾染的 知道了对小面多半没有好处 耳朵便传来 咯咯咯地 娇笑的声音 将陶悟放出来以后 工装女子的脸上 又恢复了娇狂之色 却 将那贱人给本宫 生吞活泼 只需要留下腰胆与魂魄 然而 陶悟 一动不动 工装女子 秀眉微重 单手掐了一道法绝打出 你没有听见本宫的话吗 快去将那贱女人 给我吞来 你 命令我 陶悟转过头 口吐人言地说 见对方 脸色不慎 工装女子不由的一呆 表情难看起来 不可能 我已经在你身上下了雪咒 你应该听命于我 怎么敢违抗我的命令 哼 什么雪咒 不过是以精血作为媒介 临时建立的低节封印罢了 我虽然仅仅是一缕分魂 但这样的东西 怎么可能束缚得了本尊 陶悟声音低沉 同龄大的眼珠之中 刚隐隐 有血红色的光芒冒出 工装女子 终于有些惊慌了 见陶悟 一步步地逼近自己 吓得话都有些说不清 你 你要做什么 你被封印在那法器之中 可是我将你放出的 你不能恩将仇报的 恩将仇报 笑话 难道你不知道 本尊乃是灵界四兄 罢了 你对我的确有恩德 我就将你吃掉当作报答好了 陶悟说完 张开大口 发出一阵猖狂而难听的大笑 同时 剁了剁脚 一道红色的光霞飞袭而出 半空之中 化为一道直径正许的月眼 世家进风 狠狠地 披向了那宫庄女子的头颅 宫庄女子 骇人失色 银牙一咬 忙将那对银沟法宝寄出 欲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收听 百炼成仙 第907章 凶焰万丈 银沟脱手以后 也骤人狂胀 然而 蹭的一声清响 刚刚与那月牙相遇 就从中 钝围两截 掉落下地 宫庄女子脸色 一下子 苍白无血 一手扶胸 带眉紧紧皱在一起 表情痛苦至极 此乃她的本命宝物 炼制的时候 也用了许多的珍稀材料 居然如此轻易地 就被毁掉了 此女大惊之下想躲 然而脑海中 毫没有征兆的一腾 就仿佛被人用大锤 猛击了一下头骨 忍不住 痛苦地呻吟起来 而这稍一单个 那月牙 已披到了近处 使她的护体灵光如乌 将此女从眉心至小腹 硬生生地 抛围了两半 鲜血满天 惨不忍睹 唯有一寸许的婴儿 从头顶顿出 畏惧之中 隐隐还有一些 茫然之色 似乎尚不能接受 自己的躯体 就如此轻易地被毁了 而这稍一单个 黑影一闪 陶雾的尾巴 竟然诡异地 伸长到了百丈方圆 来到了她的面前 原因大害 这才惊恐地醒悟过来 盲浑身灵光闪烁 想要使用顺仪神通 然而没用 她的身影一阵模糊 可居然并没有从原地顿出 顺仪失去了效果 这是怎么回事呢 盲英吓得魂飞魄散 莫非这上界凶兽 居然还具有空间神通 能够将顺移破除 可没有时间给她 细细地思索了 陶雾的尾巴已将她牢牢地缠住 骨刺扎入了她的身体 园鹰顿时失去了意识 黑眼一闪 尾巴已经缩了回来 头张开血盆大口 一下将园鹰吞入腹中 舔了舔舌头 凶狠的面部上露出满意之色 最后用不善的目光打量起另外几个人类 孔雀仙子暂且不说 在认出陶的一刻 她的脸色就苍白到了几处 似灵似凶乃是对头 见了面总是大打出手 而她身上偏偏具有一些凤凰的血统 虽然稀薄 但总是有一些关系的 换句话说 对方绝不会将自己放过 难道今天真要陨落了吗 眼前的陶雾 虽然仅仅是上界凶兽的一缕分魂 但也绝非化形中期的自己可以对付 光头大汉的表情 也难看到了极处 她做梦也不曾想 事情会出现这样的乌龙 师妹将凶灵魂魄放出 反而成了对方的果腹之物 她死了不打紧 自己该怎么办呢 浩天鬼地巡浮在半空 勉强还可以说是从容 然而 也不过是强自镇定罢了 对老家伙 确实 腹黑狡猾 可实力相差太大 也无法可想啊 心中暗恨那宫庄女子 坐紧自负 没弄清楚 就贸然将凶魂给放出 她死了 也就死了 却将自己也拖入这可怕的危险之中 心中惊举 却不敢妄动 生怕一有动作 就将陶悟的注意力 吸引到自己这边了 妙妖仙子的表情也差不多 四人之中 以她修为最弱 光是陶悟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力气 就已让她浑身站立 原本势不两立的几位 元英七的高手 因为这上界凶魂的出现 都放弃了打斗 转而人人自危起来 陶悟的目光 在他们身上一一扫过 最后却落在了孔雀的脸上 不错 不错 没想到 一出来就看见天地灵鸟 孔雀是吧 你们这一组 也可以说是凤凰的远亲了 在上界的时候 本尊曾经被那剑鸟伤过 吞噬他的后背 正好抱一剑之仇 你既然有凤凰的血统 就怨自己命不好了 放心 我会将你连身体带元神 全部吞下的 话音为落 陶悟已化作一道血色的旋风 夹天地之威 向着孔雀席卷过去了 机会 稍纵即逝 见孔雀吸引了对方的注意 光头大汗心中大喜 忙将金丝大环刀记起 人刀合一 画围到惊鸿 向前方飞袭而去 鬼地 挑了挑眉 这家伙反应也快 然而令人玩味的是 但身形一转 化为一朵阴云 居然是跟在了光头大汗的后面 哼 你们两个想去哪里 可曾征得本尊的同意 陶悟沙哑的声音传入耳里 随后 那血色的顺风一转 居然 气孔雀于不顾 反而向那两个家伙追去了 光头大汗蕾色大变 在黑云之中 浩天鬼地神色如常 似乎早就在预料之中一样 只见他张开口来 一滩如墨般的血雾喷出 迅速将他的身体包裹 尖锐的破空之声发出 竟然后发先知 赶超到了光头大汗的前方 最后浩天鬼地脸上绿色一显 表情变得万分猙獰起来 袖袍一扶 大片的鬼物蜂拥而出 化为了一丈许长的乌黑鬼爪 狠狠地向着光头大汗抓下 浩天 你 光头大汗 惊怒焦急 不明白浩天鬼地的举动 为何会如此不可思议 尽管被气得透血 他只好双手掐绝 将阴火喷出 化为一条 猙獰火蛇 将鬼爪迎上去了 可如此一来 动作自然不由的一缓 陶雾所化的血色旋风 已扑到近前 光头大汗褂色灰白 到了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对方这么做 原来是想将自己当作弃足 替他载时将凶魂挡住 可恶啊 光头大汗目自欲裂 恨不得将浩天鬼地生生撕了 可事已至此 他还不得 搬对方希望地去做 否则自己 马上就要陨落了 眼看血色旋风逼近 光头大汗 躲无可躲 然而目睹了师妹的惨状 他竟然不敢向对方进攻 仰手 那股怪的乌龟壳 又飞袭而出 画为一片漆黑光幕 将他的身影护住 而趁着这个空隙 浩天鬼地所化的阴云 却变得千细极 如一束乌霞般 向前飞袭而去 这老家伙陷害同门 阴险到了极处 可陶武身为上界四兄之一 虽然仅仅是分魂降临 但又岂是那么好糊弄的 只见从那旋风之中 飞射出一头颅大小的光球 直追浩天鬼地 一前一后 没入了天边的云层里 面对那古怪龟壳所化的漆黑光幕 陶武镜视若无睹 旋风轰然而落 狂妄之极地将它给包裹了 风云变色 整个天空被映得一片血红 仅仅过了树溪的功夫 就有凌厉的惨叫传入耳朵 尽管强弱悬殊 可堂堂原鹰终极的修仙者 在那陶武的胸威之下 竟然撑不了半盏茶的功夫 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随后 那旋风扑的一声爆裂开来 凶魂力气 重新凝结出了陶武的身体 只见他大嘴一张一合 还在不停地嚼着 脸上露出满意之极的神色 双眼微眯 显得相受无比 你们两个没有趁机逃走 算是聪明之局 只想的就不要反抗 乖乖地让我吃了 还可以少受些苦处 一连吞噬了两名修士的原因 陶武气焰高涨 转过头颅 凶神恶煞地说道 哼 陶有用吗 我身上既有凤凰的血统 无论如何 你也不会放过我的 孔雀淡淡地开口了 在目睹了对方的凶艳之后 他反而平静下来 怎么 你是真不打算反抗了 陶武丑露的面容上 反而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然而即便是笑 却也难看得令人作呕 你说呢 孔雀也笑了 虽然我凤凰的血统十分稀薄 但孔雀也是天地灵寝 至少在这一届 可以说是白鸟之王 你说我会不会卑躬屈膝地 向你投降 话音未落 孔雀已闭上了双眸 伸出浩白如玉的牵手 十根玉纸 就有若嫩葱 各掐了个奇特的法印 并有若幻影般地 变换个不停 一对翅膀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此女的本体本就是灵琴 此刻不过是借用了凤凰之意 每一片羽毛都美丽无比 鹰唇开启 吐出晦涩难懂的咒语 发音古怪无比 充满了门荒的气息 这秘术有些熟悉 孔雀曾经用过一次 那付出的代价惨痛无比 然而这一回 仅仅是看着有些相像而已 孔雀可不敢再借用 大明王的力量 百年之内 第二次使用神将术 即便以自己 腰瘦强横的躯体 也会暴体而亡的 这回他是使用的其他的秘术 让体内的血脉觉醒 虽然效果远远没有借用 大明王的力量好 但修为短时间内 依然可以增加不少 当然 事后也会元气大伤 然而这生死关头 哪还顾得了许多呀 陶兀虽位列四兄 残忍恶毒 但也是极为骄狂的家伙 他的本体在上界 也是很了不起的存在 当然不会 没品地偷袭一个 下界的小鸟了 孔雀使用秘术 这凶兽毫无所拒 反而露出一副 戏虐的表情 静静地在旁边等 妙幽仙子被忽视 此女略迟疑 没有逃走 一来没有把握 留在孔雀身边 似乎还稍稍安全一点 二来 丈夫已经死了 自己孤立无援 即便能够活着 回去也不容易混远老祖 不如读一读 与孔雀一起御敌 如果能够侥幸不死 有了这次经历 孔雀以后肯定会支持自己 少女的牵手还在不停地挥动 甚至柳妖也在迎风的戏摆 看上去既像是跳舞 又像是在进行某种古老的仪式 同时口中的咒语也在不停地吐出 一层五色的光运 把她的郊区包裹起来 然而 陶雾却转过了头颅 指尖远处 一道惊鸿 风驰电射 明明感受到她的邪气 可不仅不躲 居然继续向这边飞过来 是什么家伙 竟大胆到如此程度呢 欲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收听 百炼成心 第908章 灵牙利齿的连轩 风起 灵气向孔雀仙子 汇聚而去 这位美丽的女妖羞 依旧闭着双眸 然而 她光洁的额头正中 却裂开了一道细缝 第三只眼睛 而且是闭绿色的 如同潭水般清澈 一眼望去 更仿佛带着 诡异的魔力似的 不错 不错 除了少许凤凰传承 你本身的孔雀血脉 竟如此纯正 这种天赋 即便放在灵界的妖族之中 也算是不弱的了 将你吃了 远远比刚才那两个 修士大补呀 逃物一正 随即不紧不惊 反而露出了大喜过望的表情 龚雀仙子一声冷哼 腰力四射 然后 竟然凝结出一层薄薄的五彩战甲来 与黑虎妖王的天赋类似 不过 那战甲 却要 美丽得多 将它 玲珑的焦躯包裹 显得越发的 动人起来 妙妖仙子 唐木结舌 自己认识了这位好友一年多了 然而 竟不知道他的神通 竟到了如此惊人的程度 可陶物依旧满不在乎 这上界降临的妖兽 反而转过了头颅 目光朔朔 盯向了那道远道而来的惊鸿 良女也发现了 脸上揭露出吃惊的神色 这边 力气冲天 什么人居然 如此大胆 那惊鸿上远 还在天边 可良女的神识 也能感受清楚 那顿光里面 灵气盎然 显然来的 也是猿鹰级的老怪物 这小小的苍鸣山 今天竟风云集会 来了如此多 这一界顶尖的存在 哎 孔雀仙子一声惊呼 脸上却露出了几分古怪的神色 这惊鸿的气味有些熟 好像是 不 不可能 自己也曾经去过 可因山脉外面打听过 可因山脉外面打听过 早在六十余年前 他与自己分开后不久 便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再也不曾在 幽州出现过 甚至 没有人知道是死是活 就算他并未陨落 又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进阶 原鹰起呢 孔雀仙子 悠悠地叹了口气 即便现在危险无比 他的心中 也不由地涌起一股 怅然的情绪 因为这不速之刻的到来 原本一触即发的大战 也稍稍向后推迟了一点 那惊鸿距离虽远 但速度也同样极快 闪了几闪 很快就来到了面前 光滑收敛 露出了一身穿青袍的少年 林 林轩 孔雀仙子 一手掩口 翘脸上满是吃惊之色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 真的是你 他感觉自己的声音 像是梦翼 明明分开还不到百年 他不仅将原鹰凝结成功 而且还练到了终极 这未免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些 孔雀仙子的表情 先是茫然 随后演变为惊喜 但很快又阴沉下来 不是他不愿意见到林轩 若是换一个时间 此女必喜笑开言 可现在 太不是时候了呀 虽然从自私的角度来说 又来了一个帮手 但孔雀 并不希望将林轩 也脱入危险之中 他忍不住嘴唇微动 然而却没有声音发出 孔雀使用了传音之术 你快走 来这里干什么 眼前的怪物是陶雾 陶雾 林轩的眼中闪归一缕雅瑟 以诚服来说 他可比孔雀深得多 早来到此处以前 林轩就感觉到 天地间的灵气一变 还有那凶煞之气 几乎能与 妖灵岛上的 加罗骨魔相比了 林轩哪能不小心在意啊 因此 看见孔雀仙子平安无事 他虽然非常欣喜 但现在 可不是互诉离别之情的时候 林轩的大部分注意力 依旧在眼前怪物身上的 争宁凶恶 林轩感觉有些眼熟 但具体在哪儿见过 却有半点都想不起来 直到孔雀仙子 一语道破天机 叫出陶雾的名字 林轩才如梦初醒 大吹一惊 那不是与穷奇 混沌 还有滔涕一起 并列灵界四兄的怪物 其法术神通 堪比凤凰真龙 与同阶修士相比 林轩也算是 与穷一惊 但大至极 然而此刻也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觉得浑身无力 这种等级的存在 可不是自己能够抗衡的 正确地说 与他相比 自己简直就像是蝼蚁 林轩脸色有些发青 但他虽心生畏惧 却方寸未失 很快就想到了蹊跷之处 虽说 离合器以上的存在 就有了破碎虚空的神通 然而每一界 都有着不同的天地法则 并不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而神通越强的存在 穿越到下位界面 受到的隔界之力也越大 所以理论上 动玄器以及以上的存在 本尊都是不太可能 来到这种下位界面 即使要来 也只能是一缕分魂穿越 而且同样会受到各种限制的 念及至此 林轩心中大定 陶兀作为四兄之一 兄明与真龙凤凰平息 具体的境界 林轩虽不清楚 但肯定不止动玄器了 也就是说 眼前最多是一缕分魂穿越 若是那儿的话 自己倒不用太过的胆着心惊了 林轩吸了口气 表情重新宁静下去 目光硕硕的在附近扫过 确定没有别的危险了 哼 你让他逃 哪有那么轻松 既然来了 想走 尖将原因留下再说 低沉沙哑的声音 揣入耳朵 陶兀猖狂地大笑着 什么 孔雀 勃然变色 你听到了我的传音了 啊 去去传音算什么 本尊虽是一缕分魂 但神师之强 也远剩你们这些小辈 实际上 实际上的 就乖乖让我吃了 否则 阁下是不是 神志不清了 我们干嘛要束手 就行 有本事 你就将林某 拿下再说 成口舌之力 算什么英雄 真打起来 说不定是阁下被斩杀 也说不定呢 林轩嘴角边 露出一理讥讽 淡淡地开口了 好 陶兀怒急返校 这却以原应中心的小辈 也敢如此猖狂 在上届的时候 便是离合动玄器的修饰 也被我吃了不知多少 你本尊有这样的神通 我完全相信 不过阁下 却去一理分魂 要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现在来一理合器高手 别说吃了对方了 恐怕落荒而逃 你也做不到 林轩十分阴损得到 你 陶兀被掖地 说不出来话 气得浑身发抖 长毛 根根直立 作为灵界四兄 他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 眼珠血红 已处于了十足的暴怒之中 欲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收听 百炼成心 第909章 顺宜 对九天微步 两女莫等口呆 林轩未免也太过大胆了 孔雀与妙幽心子不由地 对尸一眼 相顾骇人 而林轩表面 虽蛮不在乎 但心中其实也是十分警惕的 但之所以这么做 当然不是为了呈口舌之力什么的 记得古书上所说 即便在灵界四兄之中 陶兀也是脾气暴躁闻明 这样的话 先将他窃个半死 打斗的时候 说不定还会稍微轻松一些呢 见对方坐视一扑 林轩将右手抬起 一团头颅大小的火焰浮现而出 闭光闪闪 诡异到了极处 闭幻幽火 妙幽仙子脱口惊呼 他毕竟出身墨月族 自然认得本族传说中的顶级秘书 脸上惊讶之余 更多出了几分疑惑 难道对方竟也是巫师吗 为何自己从来也不曾见过呢 陶兀眼中胸光闪烁 似乎并没有将这诡异的魔焰放在眼中 林轩眉头一皱 身手在腰间轻摸 一面巴掌大小的盾牌飞袭而出 表面乌光闪烁 花纹古朴 看上去呢 竟与龙林有几分相似之处 不用说 则是那乌金龙甲盾了 陶兀毕竟是灵界四兄之一 虽然眼前仅仅是一缕分魂降临 但林轩也不敢有丝毫的轻敌 小心 刚刚已有两名原音修士 死在了这家伙的手里 而且都不是他义和之敌啊 孔雀仙子的声音传入耳里 带着深深的借句 随即此女一咬背齿 身形模糊 竟挡在林轩的身前 声音焦急而短促 你来这里做什么 一会儿我会尽力拖住她的 你快走 林轩听了一阵感动了 胸口热血分涌 孔雀的声音微微颤抖 对陶兀的巨异 瞎子也能看出 可即便是这种情形 她依旧 虽然踏入仙道以来 林轩的信条向来都是 真爱生命远离危险 可现在 怎么能让一女子 挡在自己面前呢 桃雾又怎么样 加罗骨膜小爷爷扁过 林轩心中一股豪气涌出 伸出手来 轻轻搭上孔雀仙子的香肩 放心 我也不是昔日的我 怎么可能林阵逃脱 让你一个人来面对这可怕的凶兽啊 即便身处这样的危险 可眼前的情形 依旧让妙幽心中害人 她与孔雀认识的时间不算短 深知这位美丽的妖羞 是多么骄傲的人物 是男人如粪土 可眼前 两人的关系明显不一般的 作为园婴中气的高手 这少年未免太年轻了 他究竟会是何方神圣呢 好奇啊 不过现在自然没有时间探究这些 妙幽深深吸了口气 连步轻移 缓缓走了上去 虽然在这样的战斗里 自己的神通不值一提 但也可以稍稍地侧应一些 陶屋已被林轩的言语 气了个半死 自然不会有耐心继续等下去 浑身上下 猛然浮现出一股凶利之气 红光一闪 竟然从原地消失不见 瞬移 林轩不由的大惊 果然不愧是上界凶兽分魂降临呢 尽管从灵气的量来说 它仅仅是原鹰气 绝对数量呢 还不一定能够胜过自己 但居然可以使用离合期老贵物 才能掌握的瞬移神通 这可不是那种简化般的 虽然离真正的瞬移 还略有些差距 但已是十分接近了 林轩眼睛一眯 右手灵光闪烁 毫不迟疑地将孔雀仙子 远远推开了 同时身形一闪 也施展九天微步 从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方的首要目标是自己 林轩并不想让孔雀被殃及吃鱼 对方的瞬移固然神妙无比 但自己的秘术也不是吃素的 九天微步固然不及顺移 可修炼凤舞九天绝后也相差无几了 这就是博学的好处 虽然花费的时间精力更多 但不少神通却有着叠加的效果 吃的一声声响传入耳朵 空间波动 陶雾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林轩 刚刚站立之处 可猙獰的利爪探出 却偏偏落到了空处 对方居然逃脱了 陶雾丑陋的面容也露出一丝惊恶 对方居然也会这种高深的秘术 不是涉移 然而却相差无几了 他将神尸放出 已锁定了林轩的契机 那可恶的少年出现在了他左侧数十丈之远处 空间神通嘛 便是阎英后期修士 也仅能掌握最低级的苏地数而已啊 这家伙 有点意思 可惜在自己面前 一切都是徒劳而已 陶雾的脸上露出那邪恶而冰冷的笑意 张开大口 仰天长笑 然而 诡异的事却没有声音发出来 可林轩却神色一动 不敢怠慢地双手掐掘 抱援手艺 浑身灵光 狂闪不止啊 神社集中在一起 一群抱贺 外放而出 顿时 一股肉眼可见的无形之物 向外横扫而出 哔哩啪啦的声音传入耳朵 在林轩身前约 三丈远的地方 爆裂开来 这回啊 头真的是大吹惊了 自己的偷袭被看破 要知道 神识层面的攻击 根本就是无影无形 那工庄女子也是挨了一计 才轻易被自己将身体毁去了 对方也不过以原因修饰 怎么会难缠至此呢 他哪里知道 林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战斗经验之丰富 同街修饰便是拍马 也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 别的不说 在妖灵岛上 林轩曾占过加罗古摩 而那家伙 在飞生日以前 本是佛宗的修仙者 林轩曾领教过他 佛门狮子吼的神通 与眼前凶兽使用的秘术 倒是一曲通工 以林轩的称服 吃过一回苦头 第二回当然是牢牢记住 不可能再出现任何差池的 偷袭没有效果 桃雾眼中胸光闪烁 身形一晃 再次从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轩的九天微步 虽然玄妙 但比起瞬移 毕竟还是要略逊一筹 蒋从自己手里逃脱 包括是痴人说梦 林轩眉头微挑 已隐隐猜到了对方心中的恶毒念头 然而他的脸上却没有半点慌乱之色 绣袍一扶 一柄造型古朴的长歌飞袭而出 林轩伸手握住 法力注入其中 然后狠狠地将此宝向下挥落 一声闷响传入耳朵 药木的星光闪过 林轩身前二十余丈的空气一阵模糊 巨兽跌跌撞撞地出来 陶雾这回真是大惊失色了 对方居然连瞬移也能破除 晕了 自己活了上百万年的岁月 还真没有听说过 哪位元英修士能牛到这种程度 莫非是以前太孤落寡闻了 陶雾有些发懵 而这样的好机会 林轩自然不会错过 左手扬起 闭魂忧火旋转着飞袭出去 半弓中爆裂开来 化为一条耳壁粗的蟒蛇 嗖地扑向对方 两者这交上手 几乎可以用电光火石来形容 尤其是令人惊愕的是 林轩似乎还稍微占了一点点上风 两女面面相去 脸上的表情错愕已极 尤其是孔雀仙子 六十余年前 他与林轩恩怨纠葛 这少年有多大的本事 可是一清二楚的 对于修仙者来说 数十年的光阴 不过是弹指机过 最多也就够刚刚入击的 可他却诡异地将云莺凝成了 而且还进阶到了中期 原本这一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偏偏他的神通还如此惊天动地 陶雾神通如何 两女刚刚也亲眼目睹 不管那宫庄女修 还是光头大汗 都绝非弱者 然而在这凶兽面前 都撑不了一个回合 可林轩却屡屡将对方的攻势化解 甚至还转手为攻 两女对视眼 不由得惊喜交集 原本准备从旁侧应一下林轩 现在也决定暂缓推迟 特别是孔雀仙子 不管人类还是妖族 也不管他性格是温柔 还是冷艳型的 在骨子里呢 都总会有一些浪漫情节 原本以为今天必然陨落 可林轩却横空杀出 以不可思议的神通 立一篇陶雾 莫非这是上天的安排吗 危险尚未解除 可孔雀的眼神 却似乎有一点点迷离起来 瞬移被破除 转眼之间 闭魂忧火却杀到了眼前 桃雾有惊有怒 不过那儿壁粗的火蟒 它到底不放在眼中 张开口 喷出一道黑雾 那黑雾翻涌 一只一盏足有杖许的巨鹰 出现在了眼帘中 立爪如钩 浑身还缠绕着 诡异的漆黑电弧 狠狠向着火蟒抓下去了 以鹰斗蛇 原本没错 不过这两者都是 由秘术幻化而来的 究竟谁更强一些 还是要看本身的神通如何 桃雾虽然凶恶 但那黑雾 不过是它随口喷射而出 闭魂忧火可是不一样了 乃是墨月族的镇族秘书 莱利奇特 但根据族内老人猜测 十有八九 也是门荒时期 从上界传下来的 林轩更是从宁丹期就开始休息 这么多年以来 更是从来也不曾怠慢 隔三差五就服食绝独丹 然后再淬炼出这种奇毒的火焰 一复一日 年复一年 虽然据秘法中所写的大城之境还远 但威力之强也绝不容小事 良者谁强谁弱 可想而知 眼看巨英力爪吸体 火猛却毫不在意 反而扬手吐心 向着对方缠绕反噬而去 良者终于轰然撞在了一起 随后巨英发出了哀鸣 他的利爪不仅没有贯穿火蟒的神通 反而一道碧绿色的火线随之燃烧上来 顷刻之间就将他整个身体点燃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收听 百炼成心 第九百一十章 陶雾画人 随后 蛇尾一甩 火猛已将整个缠绕上去 重新化为火球 将巨英包裹其中 闭环幽火 运有其毒 且本身的灵力 也远在一般的萤火之上的 仅仅瞬息功夫 就将这巨英 人为灰烬 然后 蟒蛇在火焰中成形 重新 向陶雾扑去 林轩脸上的表情 无惊无喜 虽然利用对方轻敌 勉强赚了一点小便宜 但他自然明白 身为四兄之一 眼前的怪物 可不是轻易 能够对付的 袖袍一扶 一缕轻芒 从袖口中 鱼油而出 罪人 仅有持续长的一点 然而 却有惊人的 灵力蕴含在里面 林轩伸手一点 轻火箭 立刻狂闪着 劈到了对方的面前 与闭环幽火一起 成为左右夹攻之士 孔雀和妙妖仙子大喜 这正是联手 灭敌的好机会呀 良女修为 虽不及林轩 但同样是 云英级别的存在 即使是女儿身 杀法决断 却不弱于男人 孔雀玉手一扶 一小巧的手环 飞袭而出 造型精致古朴 与一般的手环 大不相同 隐隐有一些 妖族的符纹 露刻在其中 也不知道 究竟有什么神通 竟然没有向着 陶雾飞去 反而是 直接飞到了上空 变刻之后 却从头顶 积射下几道光柱 颜色各不相同 均匀分布 恰好将陶雾围在其中 这东西 林轩眼睛一眯 与其说是法宝 倒更有点像是某种布阵的器具 但没有阵齐 仅靠一件法宝 就能布下尽致的情况 自己还真未见过 仙界 百亿果然是浩瀚如海呀 需要探寻的还很多呢 林轩没有时间感慨什么 妙妖仙子的法宝也飞到了 是一柄仙剑 寒光闪闪 看上去却飞神兵利器 但原音修士的本命法宝 威力应该也弱不到哪儿去 陶雾已经陷入了四面夹击 凶手不由的惊怒交集 但依旧无所畏惧 一声大吼 从他身体表面浮现出一个血红色的光球 将他整个包裹 林轩冷哼一声之后 毫不迟疑 只会活忙与仙剑 狠狠地哼了下去 良女也是同样的心思 妙妖仙子暂且不提 变身后的孔雀修为 虽然不及大修饰 但确实在中期顶阶的程度上 又增加少许 整个身体 腰力磅礴 给人的感觉 就仿佛要溢出 此时 双手挥舞 带起一连串的幻影 比孔雀开瓶 比孔雀开瓶还要美丽 从天空中射下的五道光柱顿时骤然扩大了 直径暴涨到杖许 轰隆隆地向着中间的桃雾挤压而去 林仙玉两女虽是第一次雷手对敌 但修为到了她们这种等级 实际自然是拿捏得极好的 所有的公鸡如有默契 几乎是同时与那血红色的光球 创在一起了 轰 灵力激动 以他们斗法的地点为中心 方圆树里 整个地表竟整个沉了下去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如此狂暴的公鸡 居然未能将那光球击破 然而身处中心的桃雾也不好过呀 自己还是太小看三人了 特别是那身穿青袍的小子 不管是诡异的火蛇 还是随后祭出的短剑 威力都大得离谱 虽然自己境界极高 但毕竟才刚刚脱困而出啊 能够操控的灵力挡劫 也就是原鹰中气 若是不懂得一些天地法则 说不定都已经被打成重伤了 陶雾的眼中闪过一丝愤怒 低沉的声音传入耳朵 好好 敬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你们不肯乖乖将原鹰交出啊 本尊也就不客气了 就让你们这些下界的小辈 见识见识见识我灵界的神通 话音未落 那光球猛然爆裂开来 不好 林轩脸色大变 想也不想地一掐绝 将闭环幽火与仙剑召回 他反应已是十分迅速的 可依旧晚了一步 血红色的光芒如潮水一般 已将三人的宝物吞没 一股刺鼻的血腥之气 迷色而出 终然有 这东西 有毒物 孔雀脸色大病 浑身腰里磅礴 那妖气战甲 将又诡异地变化出一个 护照来 将他娇美的面容包裹 仅剩下一对 亮晶晶的毛子 还露在外面 妙幽仙子实力醉弱 但墨月族的巫师 本就擅长用毒 翘脸 微微一变之后 从怀中掏出玉瓶 将几粒丹药 倒入口中 至于林轩 则视若无睹 绝独丹 他都浮复 加上平时吃的 灵丹妙药太多 这世间 除了几种传说中的 诡异毒物 普通的 几乎都可以 不用在乎什么 然而 毒不过是 附带之物 陶物的真正目的 是要将他们的 宝物毁了 林轩反应那么迅速 避唤幽火 与仙剑 都被血红色的光芒吞没 其他良女 自然更不必说 妙幽用手 辅助胸口 险些一口鲜血喷出 与墨黄剑的神识联系 被掐断 不用说 本命宝物已毁了 孔雀仙子的情形 要稍好一点 不过 那元魂 也从头顶上空 跌落下来 裂纹遍布 一点灵光也无 而 陶物的脸上 却没有露出喜色 因为 在他的寂灭雪光之中 闭幻幽火 与青火剑 躲避不及 居然 诡异的 合二为一 仙剑上 绿芒人起 竟不合思议的 挡下了他 秘术的攻击 仅仅是光芒 略微 暗淡了一点而已 林轩 神师微动 青火剑 以盗 飞了回来 重新盘旋在 他的身前 陶物 有点傻眼泪 这真是一名 中系的修仙者吗 便是后期大修士 也很难有 如此的宝物啊 神通 也层出不穷 这倒真是 非常的棘手 原本以为 手到擒来的家伙 看来真的 还得费些力气了 那两个女人 不足为惧 虽然孔雀 变身以后 实力也增加了少许 但唯有这 古怪的少年 才真正的是大敌 他的神通 也太层出不穷了些啊 不过没关系 对方神通越强 意味着 云莺之中 也有更多的真元力 吃了 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 陶物虽然脾气暴躁 但这降临的分魂 毕竟以灵制开启 你果然不是普通秀士 未来大有可能 进阶离合起啊 不过 见了本尊 也只能说你命不好了 虽说要费些力气 但你绝逃不掉 隐落的结局 话音未落 陶物的脸上 浮现出一层痛苦之色 凶光力气 再次将它包裹 对方要做什么呀 林轩感觉到疑惑 不过 他当然不会傻傻的等对方从容施法的 袖袍一扶 两个小巧的阴魂飞袭而出 单论攻击力 再是轻火 但若论攻防一体的神通 自然还是九天明夜魂更胜一筹了 眼前的对手明显不是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消灭的 林轩已做好了苦战的准备了 此把在头顶上盘旋飞舞 林轩正要将其祭出 突然一阵嗡嗡声从腰间传出 林轩没烧一动 想也不想地将法力注入身前的乌金龙甲盾中 此盾灵光大放 迅速暴涨 最后砰的一声巨响传入耳朵 林轩忍不住连退了三步 乌金龙甲盾也一阵颤抖 但最终还是将这厉害的攻击挡住 林轩的脸上满是阴霾之色 一道法觉打出 九天明月魂急速颤抖 无数魂影浮现而出 忽大忽小 轰向了某空无一人之处 咦 那地方红光一闪 一个人影在半空闪现 双手挥舞 无数道月眼回忆浮现 就环影对轰了起来 随手就将九天明月魂的攻击挡住了 此人当真是非同小可呀 林轩眯眼望了过去 身高近两米 身材修长已极 而且是十分均称的比例 一头红发 旺盛茂密 长可及腰 将脸部挡住 粗略望去 根本就是一偏偏美男子的 但林轩却瞳孔 微缩 头 那人开口了 声音难听到了极处 用手一扶 顿时露出了面孔 林轩还好一些 良女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倒不知说这幅面孔比刚刚又丑陋了许多 其实与长在怪物身上时一模一样 可大家想啊 原本陶屋的身躯也是很丑陋 配上这幅面孔倒也不觉得 可现在 它已是一副人的身材 再配上这 怪物的脸 一眼望去 简直让人从心底发寒 你 你变成人了 妙幽仙子的娇躯 微微发抖 随即醒悟自己 问了一个很笨的问题 要受到了化形期 就可以脱去瘦身 并为人形 这陶屋的具体境界 且不清楚 但想要化人 显然是轻而易举的呀 梁女忍不住 又望向前方 只见那 血雾之中 依旧有一怪物的身影 显然对方用了身外化身的秘术 吸引自己三人的注意 随后 她隐在暗处攻击 陶屋的隐秘之术 玄妙无比 也不知道林轩是怎么看穿的 若她刚刚攻击的是自己 梁女 一阵得寒呢 门心自问 他们没有林轩那样的实力 想到这里 忙各自将防御法宝寄出 不管有没有用 多少总要安心一点的 偷袭失败了 陶屋表情 虽然也是很难看的 她抬起头 望了一下 盘旋在林轩头顶的双环 这乃双属性宝物 灵界才有 或非你是某个偷渡到此界修饰的后人 或者获得了其中某人的传承 偷渡 偷渡 林轩脸上露出几分金额 灵界的天地元气 比人界浓密得多 各种修仙资源 更是比都没法比的 人界的修饰 穷毕生之力 想的也不过是非生而已 上界的修饰 为何会偷渡 来到这儿呢 莫非其中隐藏着什么秘密 一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烧听 百炼成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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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